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分享 盐水花生入味好吃的诀窍 首先准备带壳的花生 用清水搓洗掉表面上的泥土 如果像我的一样是干花生的话 要用清水给它浸泡一个小时 然后要是想在煮的时候节省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将花生的一头捏开 这样就更加容易入味 然后来准备花椒、八角、桂皮、香叶、小茴香 还有高红辣椒备用 我们将香料倒入蜜肉中 用清水重洗一遍 倒入锅中用小火炒出香味 然后加入清水 倒入花生 我这是一斤的干花生 再加入30克的食盐 搅拌一下 盖上盖子 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煮半个小时 用小火慢煮 这样能让花生更好的吸收香味 时间到后关火先不要出锅 让花生继续在锅内浸泡着 自然饭制晾凉后 再多浸泡一个小时以上 花生浸泡的时间越长就越入味好吃 煮盐水 花生这样做非常的饱满 香脆入味 这个味道完全不输给饭店里面的哦 喜欢的朋友赶快试试吧